聊天员的英文秘籍 这一集是插花 跟平常的第几集 什么篇啊 什么第几不一样 接下来以后可能陆陆续 或者这种东西 不一定属于哪一集 可是我有些话要说 跟学英文的 想要说的 这个是为什么华人 英文为什么学不好 老师学不好 当然包括中国人 台湾人 香港新加坡的英文是比较好 严格苏才也没有多好 当然他们有些是留学外国的 或者有特殊背景 在香港新加坡 有些英文真的讲得真好 少数了 我说一般我们看什么事情 都是讲一个平均值 就是我们不要去杠子头 就是博偏来讲 这个华人英文不好 不要去杠子头 我知道有一个英文好的废话 当然有些英文好的 那一些字母26个背不起 我们说讲一个平均 比如说大陆说 大陆像很有钱 平均来讲 不是很有钱 当然北京上海 或者有一些 马云啊 有些很有钱 当然了 我们讲一个平均值 那我们总不讲穷人 我们讲平均 就比如说大陆 十三十四亿人 可能就 八九成 英文都不好 以上 至少十几亿的 十几亿都不好 台湾也不好 台湾英文很烂 平均啊 就是台湾英文好的当年有 在平均来讲 那新加坡跟香港 平均来讲 是高于大陆跟台湾 可是一般也是不怎么样 只是他习惯 他会讲 因为他们是 他们的这个 这个国语啦 国家语言 不是普通话 国家语言 他就是有 就是英文 所以他熟悉 他熟悉不见得很好 不见得很会讲 像以前 台湾有美军 住台湾的时候 哇很多那个八个酒店的 酒郎的女孩子 要赚美国大兵的钱 哇那个讲的就呱呱叫 可是很烂啊 讲的很烂 没什么文法 没什么单字 跑一跑去那几个字 那英文不会的 哎呦 你看这八个 这些这个 陪酒女孩 哇这个英文的好都不得 不是 他只是敢讲 也讲得出来 反正这个老外言 他主要是这个 去喝酒嘛 玩乐嘛 哎呀 反正能沟通就好 好所以我们讲 是一个英文的程度 好一般的华人英文不好 那重点是 为什么不好 当然有些人 他不好好学 那一定他 不好好学 也不想学 那这个当然不用讲 你不想学 就不用讲了嘛 那你当然不会好 那我要讲的是说 有些人他也蛮想学的 反正有些 有些非常非常 非常想好好学 有人只说 一般想好学 他每个人不一样 就是指那个 还想 还算是想学的人 当然想学的人 他花很多时间 有人不太花谁 那又不一样 你很想学 跟你又不花谁 那也不行 就是说 我们讲的是 针对那种 还有点想学英文 也花了点时间 可老是觉得学不好 就是单字也背了一些 也看了一些 也会一点 可是就是一碰老外 就讲不出来 一写文章 写个句子 也写不完整 就是听力 看外国电视 还是鸡同鸭讲 可是他 他也想学 就是老师觉得 学不起来 当然各种情况 每个人 依然而已 那我们就讲一个 平均值 大部分的 碰到的这些问题 那我 我讲的重点 什么 就是说 其中有一个 相当大运 就是你可能学错了 你说 怎么学错了 我从小学学 或者从以前的 国中学 小学 国中 高中 到大学 大学毕业 我还有在学 我学很多年 怎么说错 我的看法是错了 一开始学就错了 就错了 就四倍功半 我们讲 学东西是四半功倍 效率很高 还是四倍功半 效率很低 我不是说我们的这个 学英文教育彻底失败 还是说我们的英文教育 是一个四倍功半的 一种英文教育 而不是四半功倍 也就是我们效率 是比较低的 所以你看我常常在 每一集后面都写 我有什么十五个频道 这些尝试性的 综合性 这些 那我要讲的是 这十二个 功能性的 这是我的主轴 它综合性 只是把它拿进去而已 最早是做英文秘籍 然后来这十二个 都把它放到英文秘籍 这样比较好找 最新的 但是 严格来讲 就是这十二个 二十六八 十二 十二个 是我的精髓 那为什么叫精髓呢 这十二个东西 我们念一遍 一字多译 正确发音 使用绘画 成语造句 常见错误 经典演说 长句破解 简易表达 知识阅读 特殊文法 英文单字 英文策页 基本单字 这几个 这十二个呢 我当初为什么设定这十二个 就是说 解决 我们英文教育 错误 事倍功半 的一个 解决之道 一个方法 一个方法 好像这十二个 不一定是全部这个东西 因为有些什么 阅读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 就大概 其中是直接针对解决问题的 一字多译解决 正确发音 使用绘画 证语造句 常见错误 这些 都是直接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这篇要讲的是 这十二个东西 所以我希望大家 如果有机缘 刚好 因为YouTube YouTube要看到 像我们这种 没有名气的 时间又没有很久 几个月的时间 要找到是比较难的 当然现在订阅户 也不多 也不多 但是当然会慢慢增加 因为就是 好久成功底 好东西的话 大家会慢慢发现 所以我一直希望说 大家 当然现在看这个 订阅 常识宝典 跟英文秘籍比较多 因为它比较早 去年八月 2020年八月 那像2021年 这些都是 这十二个都是 2020年 大概是十月 十月十一月 陆陆续续的 但是重点是这十二个 我要讲的这十二个东西 所以我希望大家 能够多看 多看这十二个东西 当然你看的时候呢 你对哪个情绪先看 因为我的讯息量很大 因为我这个 一共十五个频道 每个频道 平均都超过一百个视频 一百个平均 所以太多了 你绝对看不完 那我们其他这三个 先不管 我们就说这十二个 功能性的 功能性系统性的 是我的精髓 那你要看的时候 你就哪一个有兴趣 比如说你对英文发音 有兴趣 你就先看这个 或者你觉得 一次多余 我单字老是记不好 你就看一次多余 或者是基本单字 或者你要考试 你就先看英文测验片 这样比较快 找你 你需要的 先看 其他慢慢看 然后但是每一个 这个叫频道 每一个频道都有平均超过一百篇 那一百个视频呢 还是很多啊 你就看那个缩图 我缩图就等于是目录 你这样去看 你先看 比如说你看这个 陈玉照剧片 你就看那个缩图等于目录 哪一集你比较不知道 你就先看 看那个缩图嘛 或正确发音 哪些字你比较不会发 或者一次多余等等 就这样子看我视频 会比较有效率 好那我要讲这十二个 为什么这十二个视频呢 可以 我认为了 可以解决华人的英文 老师学不好的问题 不是说你不会英文 不是 我们不是讲说 你会不会英文 不是这个 而说你英文学的不够好 是讲不够好 程度不够好 这个问题 而不是说 你完全不会英文 那不是 那就让很多去教 ABCD啊 这个字什么意思 那个是 让别人去教 我们是讲说 让你程度变好 我们讲十二个 我们把字放大一点 好 为什么 这我要大家多去看 这十二个频道 十二个进去看 当然 拜托 都按订阅 全部按订阅 因为一次多余 就是我们学英文的 第一个罩门 非常大的一个罩门 就是我们 从小学开始 国中高中 我们记得 英文单词习惯 这个字什么意思 那个字什么意思 但是有两个缺点啊 致命伤 两个致命伤 第一个就是说 通常一个字 它是多个意思 就是依我来看啊 就是说 平均一个英文单词 它有三个意思 是不同的意思啊 当然有些意思 是有接近啊 但是不太一样 就基本上 平均一个英文单词 它有三个意思 那你说 比如说 有一个人说 我英文单词 背了七千个英文单词 也就是说 我认识七千个意思 其实这种讲法 是非常错误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觉得错误 我就真的认识七千个 当然我真的 你看我 我这七千个 来列出来 我都会 是 你都会 可是你并不认识 这七千个意思 为什么 因为它有两千 两万一千个意思 所以一个先进的讲法呢 就是说 其实一个字 平均如果三个 一字多一满 有三个意思 其实 它等于是 一个字有三个字 只是这三个字呢 因为它一个字 有三个意思 我们说平均啊 有多的话 有二十几个意思的 有的也真的是 只有一个意思 有的只有两个 我们就算平均三个了 三个意思 其实它等于三个字 只是说 这三个字 它长得一样 可是它是 因为它有三个意思 而且显然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它是三个字 而不是一个字 所以你说 所以同样两个人 一个人说 两个人都说 我认识七千个英文单字 那一个人 他真的就认识七千个意思 那另外一个人呢 他认识七千个字 可是他知道 有两万一千个意思 那这两个 是不是差三倍 所以我说 你真的认识单字啊 是要把它常用的意思啊 都要知道 才真正认识这个字 而且 第二个 要记住它的词心 你说我只知道 这个字的意思 可是它词心 我搞不太清楚 你更不了解这个字 所以真正我们说 我认识七千个单字 是意思是说 第一 这七千个字的 常用的意思 我都知道 然后第二个 这七千个字 有些字 它可能有两个词心 三个词心啊 它的词心我也都知道 你才是真正认识这个字 而不是说 这个字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所以我们在 这一字多一篇里面 举了很多例子 像你举了 六七百个例子 它有别的意思 所以跟这个 一字多一篇 跟一字多一有关系 就是一字多一 这个是 随机取的 另外一个就是 基本单字 就是我把这个 可能现在还在做一部分 可能会列出五千个 基本 基本单字 也是常用字 也是实用字 都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每一个单字 它有几个常用的意思 全部列出来 它有该有几个词 全部列出来 所以就是说 希望这个小学生啊 国中生 高中生 单字还没有记很多 说你要看这个 你真正认识单字 是要这样子去认识 所以这基本单字篇 就是也是其中 包括一字多一 跟这个另外 早期的这个一字多一 你才是真正认识单字 叫基本功 比如说你练武功 到少林寺 先叫你蹲马步啊 先蹲个半年一年再说啊 你到其他的什么 补习班啊 武功的教学班 你交个台币三万块啊 就交你两个月啊 就交你花钱 就打一打 出师了 就两个一出去一打 那少林寺 打不倒 动不了他 就他一拳 你就倒地了 就是基本功啊 所以我就说 为什么我们这个 老是英文学不好 因为最基本的单字 你就出了很大的问题啊 那你说 那我记得七件个单字 我记得七件个意思 就很好了 那会有什么问题呢 那你真的跟外国人讲话 那时候 真的时代到外国人上班 出国念书 看外国人写文章的时候 结果某一个字 它是别的意思 别的意思 你就像date DAT 你说是日期 他跟你弄个枣子 我要吃一个date 你说日期不能吃啊 他说枣子都可以吃啊 你不知道 这种字太多了 像doctor 你说是医生 他是篡改 这个他篡改了文件 你说他是医生文件 又看不懂啊 这种字太多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 就是英文 我们学不好 就是从基本功的 就出问题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看 这一字多译 还有基本单字 这两个都是跟 基本功 单字基本功有关系 那我在这个 这一集的 这个视频下面 有放这个15个连接啊 你往下拉 往下拉 每一个都可以 滑鼠按一下 或者平板手机 用手指点一下 就可以进去 就很快可以找 这边会放到连接进去 然后第二个 我们这个英文 老师学不好 另外一个问题 是老师发音不好 那发音不好呢 第一个 外国人听起来很累 第二个 你讲起来也没自信 尤其你一发音 人家笑 一笑之后 你就难过 或者人家没有笑 可是就是头皮发麻 老外他可能气度很好 他没笑你 可是你一发音 他就皱眉头 其实很难发音嘛 所以外国人 外国人最怕谁呢 最怕听日本人讲英文 最怕印度人讲英文 最怕苏人讲英文 最怕阿拉伯人讲英文 尤其印度阿拉伯 我妈讲的又快 你说日本人讲的慢一点 那就算了 还有时间可以反应 那印度人 阿拉伯有的妈讲的很快 又快 又发音又差很多 这没办法 完全反应不过来 所以就是我们 一般的 当然现在 有这个YouTube 有视频 年轻人有很多管道 甚至有的到教会 有的教外国朋友 所以一般年前 发音好一点 比老一辈那时候 资源比较少 的时候好一点 可是一般来讲 年轻人发音也不好 比如举个最正常的例子 你说我这个4G 3G 4G 先生你要不要 我要不要买个5G 手机 哇 4G 或者说YouTube 它念成YouTube 这是比较夸张的 当笑话 就是我们一般的发音不好 那发音不好呢 一般就说 因为我不是外国人 我没有资源啊 所以我发音不好 就正常啊 当然也对了 可是你可以发音很好啊 为什么有人 这个 为什么小孩子 你到外国去 你十几岁 二十岁以后去 发音就不好 为什么小孩子 如果在美国出生 那没有问题啊 如果小孩子 4 5岁去了以后 过了30年 我讲得很标准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怎么发音 所以我这个正确发音品 就是把一些常用字 把他的音标列出来 KK音标 然后带着他念 就是主要是母音啊 我们这边列出来 大概有六组 六组 这母音 那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你看了这个正确发音啊 你可以发音很接近老万 这话讲得有点夸张 但是你不相信 你去看嘛 就是为什么你发音不准 因为不是你口腔有问题啊 而是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发音啊 可能学校老师发音就不准啊 你不要说英文老师 英文一定好 不一定好 他当然比你好 他英文有一定的水平啊 可是不一定那么好 他的发音可能他也搞不清楚 这些每一个字 到底怎么发啊 所以我这边 正确发音品就是把 常用的一些字啊 该怎么发音 怎么区隔 带着他念 所以我有信心 就是说你如果 真的有在看这个正确发音片 然后照着去念 多练习几遍 但也不是说你看了一个视频 就马上就跟老外一样 那不可能 就是你要看很多集 因为这个每一集 就讲一些英文单词 但是你持之以恒嘛 你多看一些片 然后每一篇介绍的字 你都慢慢去练习 然后时间一久 你看了字多了 那你就发音啊 就会很接近老外 这不是开玩笑的 试试看就知道 然后那个实用绘画片呢 那时候外面教绘画片很多啊 那我这个实用片 当然不太一样 就是针对一些常用 可是大家不会的 外面很多实用的绘画的书啊 或者很多视频 讲的有一些就是 你已经绘了 加强印象 那我这边都 因为我这边都是 自己经过整理的 个人研究新闻几十年了 不是新闻啊 以前当过记者 在报社 当过主管啊 当过这些 那我自己念英文的嘛 英文系的嘛 所以几十年研究英文 就是我自己整理出来 就是使我实用或外面 特殊在哪 就是常用 可是大家不太会用的 如果这常用 大家已经很有印象了 只是一下子忘记了 或者说什么 那就没意思 就是大家常常不会的 就是比如 我喜欢常讲的例子 就是常常华人很多 你说我单字背了很多 我学了因为很多年 这个单字不是问题 可是有的时候 我们输到用事方很少 你一碰到外国人 你跟大人讲 好像可以讲 你碰到小孩就挂了 为什么挂 小孩子他不会给你面子 小孩子说 你的鼻梁 你说鼻子我会 鼻梁我不会 眼睛鼻子 眉毛我都会 可是鼻梁 鼻子我也会 鼻子高 鼻子低我也会讲 可是鼻梁我不会讲 或者甚至不要讲说 什么阴沟鼻 宣诞鼻 什么鼻 希腊鼻 那就更不会 鼻毛也不会讲 搞不好连鼻孔也不会讲 你说脚啊 都会 可是脚底 那不会 然后脚我会 可是大腿怎么讲 小腿怎么样 不会 所以这很多就是 会话 跟会话有关系的 比如眼镜我会讲 可是镜片我会 可是镜价 镜价 眼镜的镜价就不会 所以我这边弄出很多 就是很实用的 可是就是我们的造门啊 盲点啊 很多很实用 可是真的就是 就是不会 就是把它列出来 那成语造句也是我们一个盲点 因为在英文里面 成语呢 当我们一般习惯错误的讲 就是片语 其实片语是片语 成语是成语 成语就是几个字组成的 它有固定的排列组合 还有固定的意思 而且最麻烦就是说 它的表面上的意思 跟它实际上的意思 可能完全不一样 猜都猜不到 可是在外国里面呢 把成语视同为单字 是单字一个字嘛 当然又复合字了 成语就是好几个字啊 两个字三个字五个字六个字 甚至一直到业语一个句子 但是他们常用 常用 他可以补单字不够问题 因为他功能就跟单字一样 只是他字比较多 这么成语很多啊 可是我们没有在记 我们只记单字 单字我们基本功都不行了 刚才讲过一字多语 那成语更不行了 没有在记成语 我们觉得成语啊 看看意思就知道 可是不是这么简单啊 成语你可能意思根本猜不到啊 就像那个haven hand 把帽子放在手里面 这样一个成语 你就搞不清楚啊 帽子放在手里面 什么意思 就是很谦卑的意思 哇怎么会谦卑 譬如说church mouse 教堂的老鼠 教堂老鼠什么意思 一穷二百没钱 这种很多啊 所以我这边造句 就是弄了一些 就是很多啊 就是常用的 所以我这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频道的视频 就是如果不常用 我就不拉进去 就太不常见 就是我自己觉得常见 或者至少是 有的时候会看到 我才列进去 那真的太冷屁 我们就不放进去 那这不是搞大家嘛 所以这边弄了很多成语 就是在一般外国人 会用得到的范围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 那个外国什么电影啊 影集啊 新闻啊 或者外国人讲话 其他他一讲成语 我们就挂 这个好像没什么字 或者是看人家写的文章 这个字好像没有什么单字 可是它几个字连在一起 就看不懂 整个句子看不懂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是成语 当然这个常见错误 就是我们常常犯了一些文法 基本错误 可以矫正你的一些基本错误 像这些 那这个特殊文法评 是一个关键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文法 但我这个都是有特色的 这文法不是说像一般讲说 哎呦文法 我们讲名字啊 形容词啊 什么东西不是 也挑了一些常见的 常见的一些跟文法的关系 可是大家老是搞不懂 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跟文法关系 最弱在哪里呢 这我们不是交加说 哦句子是由什么组成的 名字什么意思 就照一般评不止 不是这个讲法 譬如我们是针对 大家最弱的那一环 这个盲点 譬如说 借系词是大家最弱的 因为借系词我们看不起嘛 at at in um by 这些 with um of 就是都很简单 可英文最麻烦 借系词最麻烦 因为借系词呢 他除了借系词怎么用 我们一般已经搞不太清楚 而且借系词呢 他本身就有很多意思 更复杂 而且借系词他可能很多词性 他可能同时借系词也是 也是副词啊 也是动词啊 也是名词 很乱 比如说我们就把它纳入 特殊文法篇 那除了借系词很麻烦 还有副词很麻烦 那副词就是 那我不是讲一般的副词啊 我们是讲那个 没有ly的副词啊 那些词啊 最麻烦 还有的连接词 我们就连接词没什么问题啊 就这些都是 借系词连接词啊 这些 这个没有ly的副词 都很麻烦啊 比如说另外也包括什么 像那个 集合名词 它永远不加s 复苏名词永远加s 就是我们把这些 都是大家常见的 可是永远搞不懂 还有关系代名词 很复杂的 就把它列入在特殊文法篇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可以把你解决掉 就是说一些常用词 可是你却永远搞不清楚 什么意思啊 那当然英文测验篇 是针对要考试啊 就阅读测验 我们收了很多考古题 对大家考试 阅读测验 应该有很大的帮助 那简一百八篇 跟那个成语造句篇 不是跟那个实用画篇 差不多 只是比较简单一点 简单一点 那长句破解篇 这是一个我的特色 这个市面上还比较少看到 就是说外观写句子很长 动不动 一个句子肯定给你搞个六七十个字 所以我那边 我选的句子都是五十个字 一个句子 五十个单子 连表点符号到一百个字 很长 所以我们一般人就说 看短的句子可以 可是看长句就挂掉了 第一个看到后面 忘了前面 第二个你没办法去分析 它的文法结构 搞不懂 你们动词好多 各动词 有的是主动词 有的是子句动词 次要动词 那有的主句 就好几个主句 而且我们也没办法 写长的句子 老是写短短的 所以这个长句破解篇 就是针对长句 就是你怎么去破解 怎么去看长句 它文法结构怎么分析 然后看多以后 你也可以写出 比较长的句子 那你说我都写短句子 不行吗 当然可以 可是不成熟 就像你讲话 都是讲几个字 吃饱了吗 我待会 要去 什么 你叫人家去 就很幼稚 我们讲话就是 该长就长 所以这个是比较特色 长句破解篇 所以这些 就大概 知识阅读片 跟经典演说 经典演说片 就是一些外国 比如说名人 比如说总统的文告 总统的就职演说 还有很有名的企业家 什么他的经典演说 就是学习一些好英文 但是比较累 因为那个经典演说 千锤百炼 尤其像麦克阿瑟的演说 因为他本身是文物双全 很难阅读 所以我们就是把它 收集出来 让大家看一看 比较高大上的一些 有名的演说 怎么去看它 我们就解释 而且呢 还把它弦外之音 在我能力范围之内 就把它 时空背景 把弦外之音 他为什么要讲这个话 有他的心 心路历程 全部都讲出来 也算是一个比较特色 就像这些东西 知识阅读 也是讲二十大战 主要是从维基百科里面 中国 二十大战 日本 那后来我们也介绍一些 好莱坞明星 这样表一点趣味 所以这十二个 是我的重点 所以我就 今天录这一集的意思 就是说 这十二个东西呢 大部分啊 就是说都可以来解决 为什么华人学不好的英文 就是你单字当初来学 就有问题 然后你的发音 你也不知道怎么发音 一些母音 关键的母音 你也不会发 你也没有去记这个成语 所以一成语 一出来就挂掉 你对文法的了解 也不够 但是文法书 你看不下去 跟你弄个三四百页 四五百页 你没有耐心去看 那我们这边把你收集出来 就是常用 实用 跟文法有关系的一些概念 可是你永远搞不清楚 我们就已经把你排列组合 已经抽丝剥茧 拿出来讲 所以 所以我做这十二个频道呢 就是说 可以解决华人 学不好英文的一个 一个良方 一个解药 也就是事半功倍 而不是我们一般的 事倍功半 也就是系统性 简单讲 就是说系统性 这是有系统性的 有一个结构性的 就是比较 比较有一个系统性的东西来讲 所以我把它分为这十二大类 当然后来衍生出来的是 这些什么 简易表达片什么 那如果说系统性就重点了 就是说一字多一 它是一个 独立的一个东西 可以解决我们很多问题 正确发音 实用绘画 成语造句 常见错误 然后这个特殊文法 基本单子这几个 其他都是衍生出来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希望大家有缘 如果看到我这视频的时候 当然你现在看这个 目前看起来看 常识宝典跟英文无关的 跟英文密集 它有一个综合性的比较多 但我希望大家如果看到这一集的话 就是你从我这下面 有放连结 这十五个 这十二个 十二个都找得到 就是你去看 这十二个是我的 重磅中的重磅 是我的精髓 这十二个 你看 但是我视频刚才说过 量很大 你看不完的 而且我还陆续增加当中 你就挑你哪个有兴趣的 但是每一个 这叫视频 不是叫频道 每一个频道 一个频道有很多短片 叫视频 你就看那个缩图 就挑你有兴趣的 这样会产生一个兴趣 这十二个 你就去挑 比如说你对 一字多一比较兴趣 正对发音品 你就先看这两个 或者说有人说 我英文程度不错 我想看看超级破碱 你就先看超级破碱 或者说我最近要考试 你就先去看那个 英文测验片 或者说我想多一点知识 你就去看 这个知识阅读片 就是看每个人兴趣 然后你进入每个频道 很多都是一百多个视频 你就去看那个缩图 缩图就得目录 缩图你就去看 哪些兴趣 哪些去看 所以我希望说 大家看了这一篇以后 就说先去看这十二个 十二个精髓 系统性的十二个 教英文的频道 然后挑你有兴趣先看 进去有再看那个缩图 哪一个缩图你有兴趣先看 然后再看第二个第三 才比较兴趣 而且因为讯息量都比较大 所以说有些东西 你可能这个视频看完一遍 你觉得很简单 没问题 那有些可能你看完一遍 以后你一直觉得 好像看懂了 可是太多东西记不住 那你隔一段时间 再看第二遍第三遍 所以这个花一点时间 下去看 那最后拜托 因为这个我们做视频 也是花很多时间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 做几个事情呢 第一个就是说 这十五个全部都按订阅 都按订阅 这边有连结 全部都按订阅 鼓励一下 第二个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多留言 订阅是订阅 留言是留言 就是你有什么问题 提出来 提出来 我们讨论讨论 或者你没什么问题 我们就聊天嘛 就当作聊天 那这个我有时候很严肃 有时候也是会打屁 有时候可以开开玩笑 就说你留言基本上 现在留言也没有很多 是有一些 也交到一些朋友 是有一些在留言 但是还没有很多 所以应该还有时间 比如说你的句子 哪里写不好 可以帮你改改 或者是你有什么疑问 我简单的回答一下 都可以 或者你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你觉得我这频道做得不错 鼓励一下 说你的频道做得不错 或者说你这频道还不够好 拿去加强也可以 或者说觉得你这胡说八道 你根本英文一窍不同 这边放屁 也可以 没关系 就是你有什么想法 就第一个 按十五个订阅 第二个 就欢迎你留言 当然还有第三个 就是最重要 就是 这个 能够跟家人 亲戚 同学 朋友 推进一下 说这个还不错 当然有人说 我可能没那么多时间 没关系嘛 你至少先帮我按个订阅 这也是鼓励一下 或者你有时间再慢慢看 就推广一下 就大概这个意思 希望大家这十二个 有钱去看 这十二个 这是单独的 所以我这边 综合性的这几个 这十二个都是单独的 每一个都独立的 但是这十二个 全部都放到 这个综合性的英文 学习包里 全部都放进去 所以你要在这里面看也可以 当然我是比较希望说 你分门别类的 进入每一个个别的频道 所以拜托 大家要 十五个都按订阅 然后欢迎大家留言 那重点就是说 我这边里面 讯息量比较大 你真的要花时间 但是有人说 能不能 能不能 因为我这些频道 大概都是十分钟 到半个小时之间 可能有人就 会不会时间太长了 你这个也没有什么 俊男美女 也没什么 但是你真的在 学习东西的时候 要严肃 现在 现在有些道理都反 就是说 教东西的老师呢 他还要去取悦学生 这是不对的 因为你要学东西嘛 学东西就是 就是 谦卑一点 或者是抱着想学习的心理 因为学东西嘛 学了以后是你的 不是老师的 不是什么的 所以自己去学 所以我这一篇 主要是针对说 你想学英文 也真的想好好学 那就是 讲给你们听的 那我的视频 就针对你们 可以让你们 英文可以 事半功倍 比较有效率的方式 可是 中间一定会有痛苦 英文没那么好学 但也不是那么难学 但是一定要花时间 这没有说 你三个月 英文学天下无敌 什么都会 不可能 就是你要慢慢学 然后有些碰到 你觉得有些难地方的时候 就要 就要去想办法突破 但突破以后 就是你的东西 那我已经尽我能力了 尽我能力 这十二个视频 我都是尽量用 实用简单 用这个 大家听得懂的方式 去讲 所以有的时候 你第一遍 没有办法完全听得懂 你看第二遍 第三遍 那重点就是说 这十二个视频 你如果真的 有空 如果是学生最好 学生就是以学习为目的 或者你社会人士 有空的时候 学一学 重点就是 你先耐心下来 慢慢看 挑你有兴趣的看 你看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慢慢慢慢的 就可以体会到 我为什么要做这些视频 以及我的视频的 这个特色 或者它的效果 效益在哪里 大家慢慢看 多看一点以后 就会知道 这一集就到这里